我最近看新闻,听说宋家正在竞争政府的一个大工程,你家注资了一个亿呢,一下子投这么多钱,怕是冒着资金周转不灵的风险呢,把公司的流动资金全都掏空了吧。 你爸妈是为了让你日后过得好一点,才这么帮宋家的,你现在都已经看清那个男人的真面目了,还不快刀斩乱麻,难道还要让他好处得尽,然后再拿着这些从你身上啃下来的血肉去喂养沈梦琪? 我,我现在就给我爸妈打电话,只是我爸妈很喜欢宋子航,解除婚约这么大的事情,就算我去说了。 他们也只会当是我们小孩子吵架,不会当真,何况两家,现在还有个这么大的合作在这里。 手机给我,这个电话,我来帮你打。 叶婉婉回想着自己前世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新闻,江嫣然自杀后,江家二老直接哭晕在灵堂,江妈妈没多久就因为伤心过度而去世了。 虽然可能要费点事,但她觉得,二老最终肯定还是会站在女儿这边的。 你帮我打? 喂,嫣然啊,怎么这么晚给妈妈打电话,是不是钱不够用啊? 阿姨啊,我不是嫣然,我是她同学,您快过来学校一趟吧,嫣然,嫣然她,她刚才跳河自杀了。 你说什么?你说我们嫣然跳河自杀?你在胡说什么?嫣然好端端的怎么会自杀?你,你是不是骗子? 阿姨啊,我不是骗子,我真的是嫣然同学。 不过你别担心,还好发现得早,嫣然已经没有大碍了,她正在我的宿舍休息,只是精神状态很不稳定。 你要是不屑,直接来学校一趟就知道了,嫣然现在就在我的宿舍里。 好好好,我马上就到。 婉婉,你这样,不是在…… 什么,骗人吗?你敢说你刚才不是准备自杀? 你也说了,事关重大,解除婚约不是儿戏,若不下点狠料,你爸妈是不会立即行动的。 也是防止你爸妈耳根在软,被宋家的人随便道个歉啊,又回过头来改变主意的。 姜嫣然一想,也确实是这个道理,顿时点了点头。 你看我做什么? 就是觉得,你变化好大。 变化?你了解过真正的我吗? 以前的事情,抱歉,忽悔了你。 为什么我都这么对你,你还要帮我? 我已经说了,是合作,我当然也会有需要你帮忙的时候。 你需要我帮什么,只要我能做到的? 暂时还没有,不过长远的嘛,倒是有一个。 长远的?是什么? 若是以后你进娱乐圈,麻烦优先考虑,让我做你的经纪人。 因为我爸妈的影响,我确实打算未来进娱乐圈。 但依我的外形条件,还是更适合做幕后工作吧。 倒是你,其实你素颜的样子,真的,真的太美了,怎么不直接出道,却要做经纪人? 我说亲爱的,你未免也太妄自菲薄了。 相信我,你的颜值秒杀沈梦奇一百条尖。 只是你实在是太不会发挥自己的优势了,不过别着急,回头我帮你改造一下。 你去换一身我的睡衣,然后躺到床上去吧,你爸妈应该快到了。 谢谢。 江燕然的父母来得非常快,听到敲门声,夜晚晚调整了一下状态,然后立即走过去打开了门。 燕然呢,我们的燕然呢。 我女儿在哪儿? 叔叔阿姨,你们总算是来了,燕然在床上躺着呢,你们快去看看吧。 夫妻俩立即冲到了床前,看到床上躺着的女儿之后,顿时心都快碎了。 燕然,你怎么这么傻呀,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? 燕然,快告诉爸爸,是不是学校里有人欺负你了? 爸爸,妈妈,我好难受,好难受。 乖,宝贝乖啊,你要是急死爸爸妈妈呀,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?你怎么了呀? 叔叔阿姨,你们一定要帮燕然出口戒,燕然在学校都快要被欺负死了。 什么人,竟敢欺负我女儿? 就是宋子航和沈梦琪。 子航?还有沈梦琪?这怎么可能?子航绝对不可能欺负燕然的。 还有梦琪不是燕然最好的朋友吗?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,宋子航压根就不喜欢燕然,还私下里跟燕然最好的朋友沈梦琪搞到了一起。 沈梦琪作为燕然最好的朋友,不仅不告诉燕然这件事,还在明知道燕然和宋子航有婚约的情况下,偷偷地和宋子航玩暧昧。 这绝对不可能,子航那孩子的人品我是了解的,他对我们燕然也是一片真心。 是啊,平日里我们也都是看在眼里的呀。 叔叔阿姨,你们全都被骗了,宋子航从头到尾只在你们跟前装装样子而已。 只要两家长辈不在的时候,他就对燕然冷冰冰的,还跟燕然说他已经有喜欢的女孩了。 可是燕然太傻,也太爱他了,根本就不在乎这些。 甚至,只要宋子航偶尔给个好脸,就高兴得不得了呢,傻乎乎地以为自己有一天可以感动他。 燕然他一个女孩子,为了讨他的欢心,大冬天的摸黑起早去十里外的早餐店,给他买最喜欢吃的早餐。 大夏天的天那么热,天天跑去篮球场,为他加油打气。 他一个千斤大小姐,在家里半点羊唇水都不沾,却为了讨好他,做整个篮球队的后勤,默默给所有的队员买水买零食,甚至洗那些满是汗臭的衣服呢。 糊涂,燕然,你是爸爸妈妈最疼爱的女儿啊,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男人就这么作践自己呢? 他宋家要是没有我,早就破产了,他何该把我女儿当成公主一样宠着? 结果那混蛋居然这么遭见你,把你当成了保姆佣人一样使唤? 傻孩子,你怎么这么傻?为什么你从来都不告诉爸爸妈妈? 嫣然自然是担心,若是跟你们告状,宋子航会更加的讨厌他。 可是,嫣然付出了这么多,到头换来的到底是什么? 是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嫣然的付出,享受着叔叔阿姨你们的资助,却跟嫣然最好的朋友勾搭到了一起。 因为我实在是看不过去,就发了个帖子讨伐那两个贱人,结果宋子航以为帖子是嫣然发的,跑过去各种难听的话骂他,骂他恶毒,骂他贱,逼他把帖子删了。 因为帖子没删,宋子航竟然直接在全校论坛上发了一条声明,说他跟嫣然没有任何关系,说婚约根本就不存在,还说他从头到尾喜欢的就只有沈梦琪一个人。 你说的这些,全部都是真的? 千真万确,叔叔阿姨,你看,帖子还在这里呢,你们看一下,就会知道所有事情的经过了。 夜晚晚用手机点开那条帖子,逼到了两人的跟前。 夜晚用手机点开那条帖子,宋子航竟然不过是长辈们的玩笑,好,好啊,好一个玩笑。 宋小薇,你生的好儿子。 天哪,这些人怎么可以这么说,嫣然? 嫣然,都是妈妈不好,妈妈对不起你。 妈妈竟然没有早一点发现,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 妈妈,这些都会晚晚救了我,因为一些误会,之前有一段时间,我跟晚晚的关系一直不太好。 但是经历过这一次,我才知道,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。 好姑娘,真的是太谢谢您了。 阿姨哪里患,都是应该的。